哈囉大家好 NBA場上的蓄意犯規和惡意犯規很多種 有的是藏得很深的 輕輕一碰或突然一頂 有的則是犯意明確出手情報 情拿家情殺直接毀滅式的 哪一種是大家最害怕的呢 運動狂粉今天帶大家來看看 NBA場上最不良示範的惡意犯規有哪些 首先看到的是對人不對球的蓄意犯規 像是Jeff Tick這樣直接暴衝目標明確的 往西班牙金銅Ricky Rubio下手 這不怕你違反運動精神犯規怎麼行 Rubio被撞飛得老遠 頭還差點撞到觀眾席第一排座椅 真是很危險耶 同樣直接被嚴重毀掉的 還有52個Bradley Bill 遇到澳洲來的客人Messu De La Vitova 正面勒緊鎖喉阻檔 這再不怒喉就說不過去啦 Bill全速推進的情況下 De La Vitova這出手 真的太髒啦 打球髒 雖然說有時候是不得已 但有時候真的看球品 特別是對手都已經飛起來在半空中 你還出手這就真的很人不行 比方說Joran Clarkson的飛神快攻 貴為一線球星的Demar DeRozan 居然也會忍不住出手毀了他 這應該要好好重新上一堂 籃球的公民與道德 另外籃球場上最容易出現 那二職故意犯規的狀況就是幫隊友檔人掩護的時候了 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蓄意阻擋的進攻犯規 像是經常進出傷兵名單的布魯克林的籃網隊Karis LeVert 防守時追著小保羅跑 結果撞上幫忙掩護的巴西高塔Nene 當場比血噴飛趕緊退場治療 身材高大幫忙掩護常出事的還有 飛神76人隊的Ben Simmons 掩護動作做得太大太明顯 就算雙手放在前面裝無辜 還是躲不掉一個offensive foul 不過平良心說掩護類的故意犯規 有時候不算是故意出重手 因為有些直接出手出軸 甚至出拐出肩膀用頂的那就更危險了 來看到出肩膀的壞榜樣 想製造進攻犯規的Trevor Ariza 剎車後人雖然沒動 但上半身的位移把左肩膀多秀出來三分之一 搭配拐子和軸疾 把身材瘦小的Trey Young給撞飛出去 雖然還想要向裁判申訴抗辯 但技術犯規還是跑不掉的 至於籃球場上最要不得的毀滅式犯規 就是當你要快攻帥一波時 我硬把你的高光時刻給毀掉 這類型的案例大鬍子James Harden最多 像是這球由他爵士隊的Rossiel Nel球被超臭速度追不上了 最後只好出重手把Harden整個人報警處理 雙雙跌出場外 范形這麼明確 Onell當然領到一個T 看完一系列場上最蓄意的惡意犯規情境俱厚 最後來看個漏網鏡頭 昔日的明尼蘇達會讓一個Andrew Wiggins 切入之後想要袖手飛身爆扣 結果他的右腳 居然剛剛好踢到防守球員的重要部位 借了翅膀之後完成雙手爆扣 你說Wiggins的這一腳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的呢 大家還有對NBA場上哪些經典的翻譯明確的 蓄意犯規印象深刻呢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 請把您的寶貴意見在下方 與運動狂粉分享 當然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也請動動手指 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您就不會錯過運動狂粉的新影片囉 下次我們在一起分享更多NBA場上的精彩鏡頭 我們下次見 掰掰